当初晋朝向南迁移的时候 曾经把扬州作为经济 朝廷所需要的布博粮食等等 都由扬州提供 同时晋朝又把荆州和江州 作为重要的军事要阵 全国的精锐部队全都聚集在这两个州 常派大将驻守 这三个州的人口数目 占了长江以南地区人口总数的一半 如今孝武帝闲着三地的军力民力过于强大 所以打算把他们分割开来 18日在京畿地区扬州分出浙江以东五个郡 设立东扬州 智所设在快计 又从荆州 乡州 江州 豫州中分出八个郡 设立颖州 智所设置在江夏 撤销南蛮校尉 将其所属部队调回建康 太副刘义公打算让颖州州府设在八陵 上书令和尚之说 下口位于荆州和江州中间 正依着棉口又直接通向雍州和梁州 实在是一个显要的金口 它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镇 基础稳固不容易改变 而且它既有现有的城池又有很大的港湾 可以停泊很多船只 在此设立州府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孝五帝批准 不久荆州和扬州由于这种变动而财力消耗很多 上书令和尚之请求重新恢复这二州原来的辖地 孝五帝不允许 23日 孝五帝下令撤掉陆上书室 他对皇室的力量不断强大 深感厌恶 更不想让自己的陈属门把持着大权 太副刘义公看准了他的心思 所以请求撤掉 孝五帝下令 王公以及八座给荆州刺使朱芝写信 让朱芝告诉丞相刘义轩自己裁断 信还没送到 25日 朱芝已经进入江陵杀了刘义轩 同时朱杀了刘义轩的16个儿子 以及刘义轩的同党朱超民 从事中郎蔡超 姿以参军严乐之等 朱超民的兄弟在以前就应该被斩首 和尚之上书说 贼寇刘义轩已经远远逃走 一个人就可以抓获他 如果朱超民是个反复无常 贪图小利的人 那么他就应该逮捕刘义轩 这样不但自己可以免于惩处 而且还可以得到不义的封赏 但是朱超民却没有这种想法 从他的这一过世中 我们足可以看到他的人意之心 而且朱超民为朝廷保住了 江陵城池 他一直是小心地坚守江陵的仓库 端坐在那里等待被抓 如果我们今天连他的兄弟也要杀了 同其他叛贼逆党一样对待 而无分别 刑法是过于重了 于是孝武帝赦免了朱超民的兄弟 秋季七月初一出现日食 初五北魏皇子拓跋洪出世 初六北魏实行大赦 并把年号改为星光 二十一日 刘宋实行大赦 八月初十 北魏的赵王拓跋身去世 十一日 北魏国主返回平城 冬季十一月初五 北魏国主前往中山 顺路又去了信都 十二月十四日 北魏国主启程返回 经过灵秋又到了温泉宫 十八日回到平城 二年 以魏公元四百五十五年 春季正月 北魏车骑大将军 岳平王拓跋跋有罪 被命令自杀 镇北大将军南衍州刺使 沈庆之请求告老还乡 二月初五 朝廷任命沈庆之为左光欧大副 开赴一通三思 沈庆之坚决辞让 几十次上奏章 同时又当向武帝的面 自己沉说 言辞恳切 甚至于到了叩头哭泣的地步 孝五帝无法改变他的意志 只好让他以使心公爵的身份 回到了自己的私宅养老 并优厚地供给他的用度和俸禄 不久 孝五帝想要再次启用沈庆之 就派和尚之前去劝说 和尚之一次次地反复陈述 孝五帝的想法 沈庆之笑着对和尚之说 沈公不致访效 和公离开了又再次回去 和尚之听后面有愧疏 也就不再去劝说沈庆之 二十日 朝廷任命上书幼蒲业刘延孙为南衍州刺士 夏季五月初八 朝廷任命乡州刺士刘尊考为上书幼蒲业 六月初二 北魏改年号为泰安 初四 刘宋朝廷下达大盛 二十四日 北魏国主返回平城 秋季七月初四 孝五帝立皇帝刘修为山羊王 刘修茂为海陵王 刘修叶为颇阳王 二十七日 北魏国主前往河西 刘宋雍州刺士 武昌王刘魂及其左右侍从们 写了一份习文 自己号称楚王 改年号为永光 设置文武百官 以此作为细孝 当时王毅之把刘魂亲笔写的这一文告 承报给了朝廷 八月初一 孝文帝下令 把刘魂变为平民 放逐到石安郡 孝五帝又派遣 园外散旗侍郎 东海人戴明宝 前去严家盘问 斥责刘魂 并因此强令他自杀 这一年 刘魂十七岁 二十八日 北魏国主返回平城 孝五帝颁下诏令 要去南郊祭祀 朝廷首次设立规模 比较完备的音乐 这一做法是接受了前殿中曹郎 寻万秋提出的建议 孝五帝打算削弱皇家王侯公爵的权力 冬季十月初一 江夏王刘义公 禁灵王刘旦向孝五帝启奏 请求先裁剪王爵侯爵使用的车马服饰用具器物 以及歌舞制度 一共有九条 孝五帝就暗示有关部门 再进一步增加到二十四条 诸如在处理事物时 不能直接面向难做 剑柄不能做成碌碌的形状 那时宰相以及所封的其他官员 对王侯自称为下官 不能称臣 罢官以后不再追加其他讽刺 孝五帝下诏许可 十二日 北位任命辽虚王常英为太在 二十四日 朝廷任命太副刘义公 兼任扬州次使 靖陵王刘旦为司空 领南徐州次使 建平王刘红为上书令 这一年 朝廷任命已故帝王杨宝宗的儿子 杨元和为政禄将军 杨头为辅国将军 杨头是杨文德的兄弟 杨头是杨文德的兄长 杨元和虽然是帝王杨宝宗家族的嫡系政统 但是朝廷却因为他年纪太小 才能又弱 所以一直没有给他正式封号 致使低族部落 也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首领 杨头先前束手夹炉时 他的母亲 妻子 孩子 以及兄弟们 都被北位军队抓走了 但是杨头 仍然为南宋 坚守夹炉 忠诚不二 雍州次使王玄墨 上书给孝五帝说 请求加封杨头为贾捷 西秦州次使 以此来安抚集结低部落的老百姓 等几年以后 杨元和年纪稍稍长大一些 再命令他继承祖先开创的大业 如果杨元和的才能 承担不了这一重任 那么就可以按照常理 由杨头承担 杨头能够誓死保卫汉川 是该地没有葫芦的祸患 他所管辖的只有四千户人家荒凉的周郡 看起来似乎并不足以爱惜 但是如果一旦贾鲁守不住敌人入侵 那么汉川一地 也就不可能有继续存在下去的道理了 孝武帝却没有听从王宣摩的劝告 三年秉申 公元456年 春季正月初四 孝武帝立皇帝刘修范为顺阳王 刘修若为巴陵王 十二日 孝武帝立皇子刘子尚为西阳王 二十六日 孝武帝为太子刘子叶 娶右卫将军和的女儿 和令婉为太子妃 和是和成的曾孙 二十八日实行大赦 二十九日 北魏立贵人冯氏为皇后 冯皇后是辽西郡公冯朗的女儿 冯朗做秦州和雍州刺史 因罪被诛 冯皇后于是也被发配到宫中 做奴婢 二月初一 北魏国主立皇子拓跋宏为皇太子 先让拓跋宏的亲生母亲李贵人 把要托付给兄弟们的事 一一记下来 然后按照以前的规定 令他自杀 初八 刘宋任命广州刺史宗雀为豫州刺史 按照以往的惯例 地方州府内部开会 或者谈论其他事情 参加的人员 全都要在一张纸条上 写出自己的看法 然后把这张条子送到点签那里 由点签负责整理 刘宋各位皇子 出任地方行政首领的时候 大多年纪都还小 皇帝就都派自己左右亲近的人 前去担任点签 这样一来 点签的权力就比别的官职要重一些 到了这时 即使是年长的皇子 去藩镇地方担任首领 或者是出身平民的官员 去地方镇守 点签也都独揽大局 接受官员们的报告 传达朝廷的命令 把持着重要的权力 刺史不能独自去行使权力 宗雀当上豫州刺史之后 林安人无喜做了点签 宗雀在刑法政令上的一些决定 无喜往往违抗不执行 宗雀大为生气说 我宗雀已经快六十岁了 为国家集中尽力 到现在才得到 豫州这么一个陡大的地方 我不能再和点签一起 处理辅州事务 无喜吓得磕破了头 才将宗雀的怒气平息了 北魏叮铃部落几千户人家 躲藏到井行山做强盗 北魏选部尚书陆真和地方 周军联合出兵 消灭了这伙强盗 润三月初三 刘宋朝廷任命尚书左仆叶 刘尊考为丹阳寅 十八日 刘宋鄱阳挨亡 刘修叶去世 太副刘义公 因为赶到南衍州刺史 西洋王刘子尚 很受孝武帝的宠爱 所以他打算回避 就辞去了扬州刺史的官职 秋季七月 孝武帝批准解除了 刘义公扬州刺史的职务 二十三日 任命刘子尚为扬州刺史 此时正指火星 紧挨着南半星的旁边 孝武帝下令 废除西州的旧日官府 命令刘子尚 把官府移到东府城 以此镇压这一凶兆 扬州别家从事 沈淮文说 上天星辰日月 在显示变化 我们应该以推广德政 来对此做出反应 现在即使是把西州 控出来 恐怕也没有什么好处 孝武帝没有听他的话 沈淮文是沈淮远的哥哥 既然是沃 mines 线路是或者飞机 优优独特币 写赏 主要是否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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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能